HELLO,大家好,我是Crazy熊 熊哥今天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在自己製作這個露營車的時候 幾個重要的點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進來看 為什麼熊哥這個地板在架高的時候 我們來看這個 我們這個架高的時候 我們這個架高差不多不到30公分 大概25公分左右 這個架高就25公分 我們在架高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把這裡的空間 就是我們地板的這個空間 到頂層的空間算出來 有些人會想說 我們為了要這個收納空間多一點 就把這個架高的地方 架到差不多50公分這麼高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架到這麼高的時候 你上面這個空間就會壓縮到 今天我們在做露營的時候 當然是東西能夠剛剛好就好 並不是要帶很多東西 如果你看 如果今天我把它架到40公分這麼高 我整個人坐上來就會很有壓迫感 你看我現在這個架起來 差不多就是我整個這樣坐起來 這樣 我整個這樣坐起來 離這個頂至少還有10公分左右 熊哥178公分 我們剛剛坐起來還有 這樣子 這樣子才有一個延展的空間 記得我們在坐這個露營車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要算好 我們自己需要的空間 我們需要的空間 我們這一段空間 人住的空間一定要算得好 就是要有一個延展的空間 一般的話如果你很矮的話 你在你的露營車裡面只能彎著 只能這樣彎著 彎著這樣做東西 做事情就很不方便 當然熊哥這個是小的 中華威力小車 所以景宮就是 一個觀念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的這個置物空間 這個雖然看起來很小 你看 差不多20公分 20幾公分而已 但是你看它裡面都可以擺很多 你看 這個整個抽出來以後 你看它的東西可以擺這麼多 全滿 所以我們要這個計算 你看這樣塞進去剛剛好 然後這個這樣擺下來 剛好一個桌子平台 你看 這個桌子 有沒有 整個平台真的很方便 好 我們再把它收進去 看 我們再把它收進去 就隨便 剛剛那一箱裡面有沒有 就有一棟馬桶 然後還有一些雜七雜八所有東西都擺裡面了 所以 自己要做這個其實不難很簡單 最重要的 最難就是難在你的設計 就是你要自己去算一下 我們做起來多高 然後我們整個 重場是多深 這樣子 來看 然後板子 板子 熊哥在跟大家講一下 這種木板熊哥大概都是用這麼薄的 差不多這樣子 一公分 一公分左右的厚度 然後用的材料不用用那麼好 熊哥上面這個材料熊哥在講是用美松 不是南方松 南方松很貴 用美松 美松這樣子把它塗上去 然後為什麼是這個顏色 美松也不是這個顏色 其實我們 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這個美松的顏色其實是偏白 我們這個護木漆有沒有 塗上去之後 陽光是暖色系的嘛 打進來以後它就會變得非常漂亮 像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點粗曠的感覺 這種顏色 所以我們就是要最重要的幾個點呢 就是說 我們要算我們的生活空間 跟儲物空間的一個比例 然後我們生活空間的重點就是 我們身體坐上來以後 一定要有空間 一定要還要多於至少10公分以上 然後我們這樣子你看 就不會有壓迫感 其實最重要的是不會有壓迫感 這樣子整個空間看起來就會很舒適 這幾個自己製作這個露營車的這個重點 熊哥就是大家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首先 先我們這個還沒有鋪的話 我們先把上面的頂到下面量起來 上下左右 長寬高量起來之後 我們再去把自己的 坐在椅子上量自己的這個 上半身的這個高度 然後再加個10公分 然後再減掉這個上面的空間 就是你的 就等於 就等於 就是我們的 身高加10公分 然後再減掉在這個上面的這個空間 就等於你下面的這個空間可以裝多少 大致上是這樣子 可以加減去 就是 抓一個自己要的Range 你看我這樣子坐起來 你看就很方便 就很方便 有沒有 你看這樣子就很方便 就不會說 就不會說 我要彎著腰 然後這樣子 如果上面很窄的話 我們就不用彎著腰 對 好 這集呢熊哥就是 回應一下就是 啊這個要怎麼做 然後用哪些材料 然後注意事項是什麼 對 好這集呢熊哥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囉 拜拜 拜拜